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集 我是310 好那么这个上一集呢是波赛东的考验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个哈迪斯 哈迪斯的这个挑战 一共是三个挑战 一个是阿特拉斯 然后第二个是波赛东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哈迪斯 哈迪斯的挑战过了以后呢 那这个流程的大半部分也就结束了 而且在这个哈迪斯的考验当中呢 咱们还要打一个boss 也就是米诺陶洛斯 米诺牛 好这边写着这个哈迪斯的挑战 咱们来到一个这个大厅一样的场景了 好站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楼上有这个魂旋转刀刃 这个东西第一次玩的时候肯定是大家都会死掉无数次 非常非常恶心的这个机关 好这边这个楼梯两侧呢都有两个这个绿色宝箱 然后有一些罐子 咱们先把罐子砸掉 那个绿魂宝箱呢就留着 这还有两个罐子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先给大家演示一种这个邪道的走法 在这个角落用这个阿托密斯之刃按住三角形 到最高点以后连放这个波赛东之路 放完以后接这个方方圆三下 三下以后呢再接这个波赛东之路 这样这个不断循环呢就可以不断上升 然后直接卡到这个二楼的这个栏杆里头 就像这样 好大家记住这个镜头 咱们以后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这个机关踩一下呢就可以继续游戏了 不过咱们这里选择restart 因为我不想 不想这个 用这个邪道走法来完成这个流程 咱们流程还是要保证这个完整性 但是这个邪道的走法 但是还是会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正常玩法和这个邪道走法的区别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邪道的话一般可以省十分钟左右 好这边呢刚才调查门 他说这个哈利斯之路需要献上祭品 你愿意接受吗 那么当然愿意 然后这边呢就刷出来一大堆祭品 这个人设有点像魔兽世界的 这个兽人啊 也是这么绿色的 这些半人马呢 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圆圈里面杀掉才行 这样的话就算一头 在这个圆圈里面一共杀这个四头 这个圆圈就会消失 然后楼上的门呢会打开一半 好咱们这里节省点时间就用这个实话了 这个半人马呢 虽然说单挑的话 还是比较弱的 但是他们往往会这个一拥而上 互相配合的话 那就比较恶心了 好这边这个 依然在这个圆圈里面杀掉四头 就可以走了 这边呢提示 好我们打开一半 让咱们再到这个圆圈里面 再杀四头 好他们设弓箭的话就防一下 然后实话以后 这个一个三角形就可以搞定 好好像还差最后一头 这边这个直接死了 他是被实话以后 被自己伙伴的那个攻击给打碎了 好就是他 那搞定以后呢 这边这个圆圈也会消失 然后剩下的半人马呢 自动死亡 红魂咱们会这个入手 然后这边这个二楼的门呢就打开 好这边 我本来想去开下这个绿魂宝箱的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因为前边还有这个绿魂宝箱 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门上方还有这样一个 隐藏的地方 打开这个石头呢 里面是一个这个 红魂宝箱 这里红魂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不要漏掉 OK继续前进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地方 是个双色宝箱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双色宝箱 一般除非是这个最高难度 用不着这么多宝箱的 因为最高难度他开了宝箱以后 这个HP或者说这个魔法都回不到上限 所以说有时候会准备两个宝箱 那这边有三个红魂宝箱 开掉 然后远路返回 走下边的门 离开这个房间 好然后这边呢是这个地面上会有一些机关 这边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 大家注意看远处这块石头是这样三下以后合拢 这个要在他合第二下的时候呢 二段跳以后用空中阿一那招直接冲过去 然后这边的针刺呢也是原地二段跳 然后一个阿一就可以过去 当然你用翻滚也可以 反正走着当心点就可以了 第二个那个刚才那个跳石板还是有点困难的 大家要当心 这个阿一落地以后赶紧二段跳 这样就可以顺利过来 那针刺那个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难度 就算被扎几下也不会马上死掉 那这个美毒沙要当心 现在这个混沌之刃升到顶以后 这个打敌刃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一套那个三角三角三角的连招就可以搞定 打出那个圆圈的提示 好这边一定要迅速滚过去按圆圈 然后接方块 然后这两个人呢直接用这个美毒沙光线空中喷死 这边它提示我们美毒沙的凝视对于这个戈尔宫 也就是美毒沙本身是无效的 好也就是因为刚才我们用美毒沙光线的时候 不当心照到后面这条蛇了 咱们这个目的不是要照它 好这边既然来了就开一下绿红宝箱 这边有非常多的分支路线 要每一条搜索干净才行 要不然是不能前进的 好这边咱们退到这个阴险的角落 他们是进不来的 但是当心这个半人马它会射箭 好让这个三角三角三角前面挥空 最后一下砸到他们 攻击力非常高 当然你要是愿意用这个L1加元 空中内招也是可以的 好这边这个美毒沙杀掉以后呢 就可以进来打了 这个半人马的话还是比较弱的 也可以用这个圆拳QT也杀掉 好又出提示了 一共要摔一下 然后再出提示的时候 就是终结它的时候 不过咱们这儿杀太快了 这半人马空中连续头也是成立的 好搞定 搞定以后呢 不要急着离开 这边还有一条密道 也不算密道了 就说如果说你这个粗心大意的话 有可能会漏掉 首先这边有一红红宝箱 然后前进还有敌人 好转取这个空中摔下来摔碎的那30点 不滚 好这个角落里滚进去 虽然说视角还没转过来 但是要马上按圆圈再按方块 要不然会被那些空间手阴阴的 好空中摔他一下 那么这边敌人都清干净了 就可以去二层 这里的敌人一定要这个一个不辣 包括弓箭手全部清干净才行 好这个升降机也不用升到底 差不多就可以二段跳跳上去了 然后这边又是这个地板的机关 看清楚 顺他往前走 走到第四块的样子 空中二段跳接阿一 就可以直接过来 这个空中的阿一 用在这种机关上面是非常好用的 很多这个原来二段跳很有难度的 用了这个阿一以后就直接搞定 非常轻松 好这边这个地方呢先往右边走 好这边又有弓箭手 这个动作不够快 没有按圆圈马上接方块呢就会被他们打 好刚才那个门呢是进不去的 要从另外一边开 然后咱们先往这边这个地方走 把这个石头推过去呢 这边会有一大堆这个杂兵 尽量让他们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然后用浮空接这个空中坑 把他们全部摔碎 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两个 好这边还有这个 弓箭手 咱们用那个宙斯之怒 按三角形的蓄力 认这个剑 攻击力会高一些 好不用看到他们也可以扔准的 靠近以后会自动锁定 好这边这个门打开 刚才我说要从另外一边开的门 就是指这个门 好像刚才那个房间 这边有一尊石像旺子打了 算了不完 这边是两通箭手 然后外面有一个非常恶心的 这个 大石头的这样一个机关 赶紧跳上去 被他压扁的话 是会少一半以上的HP 被压两下的话 就拜拜了 好这边赶紧指到这个小门里面 这边还有两个敌人 藏的还是比较阴险 咱们用一下L加圆圈 如果这招收招 硬直非常长 大家要当心 OK 干掉以后 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好这边还是跳到上面 上面呢 这个地方会刷 一共刷三个 第一次一个 然后再是两个 这个 太远了 刚才没有照到 好这样的话 之前所有的敌人 一个都不落 那么这边这个门呢 就会打开 如果说你落下几个敌人 没有杀完 那这边这个门是打不开的 一定要回去全部杀光 好这个尽头 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刚才 用邪道跳上来的地方 如果说你刚才用邪道跳上来 直接踩这个机关呢 刚才那一大堆 这个十来分钟的战斗 也就不用打了 当然也会损失一些红魂 好这边踩到机关以后 可以看到这边 雪池里面呢 就升起来一尊这个石像 咱们往这个雪池里面潜下去 潜下去呢 在这个石像的底部 有这样一个开关 拉它一下 好这边这个光线呢 就照了出来 然后咱们还是浮上去 好那么浮上去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梯子 咱们再爬上去 然后这里这个不让我们下去了 生死了一个网格 不过有所谓 咱们也不需要下去 那这边把这个头 转180度 让它这个口对口 这个光线照到这个走廊里面呢 照到这个 可以看到远处 不断的这个点亮灯火 然后最尽头会滚下来非常多的石头 而且是这个点燃的石头 好咱们跳下去 这边这个刚才留的这个绿魂 是派上用场了 那这个和这个绿魂宝箱对面这个位置 也就是走廊左边 还有一个绿魂宝箱 大家有需要也可以开一下 那么这里先存个档 因为之后的这个 锯石阵加这个旋转刀刃 还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说 还是有保险磁箱存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这道沟还是比较宽的 二段翘的话 有可能会扒边 所以说要用空中R1 这样的话 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 如果扒住那个边 再爬上来需要一段时间 有可能这个时候 滚石就滚过来了 被压一下呢 就直接掉下去死掉 所以说 还是要用一下空中R1 那么这里躲石头呢 没什么好多说的 这个只要看准缝隙 跑就行了 那实在躲不过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翻滚 翻滚是有无敌时间的 看准时间翻滚 也可以顶过这个球 好咱们先跑到这个底 这个地方 有一个秘识 秘识进去呢 里面是 一些杂兵 加一大堆罐子 然后是 两个宝箱 三个宝箱 不过那个绿魂宝箱 咱们现在暂时用一招 好把这两个红魂宝箱开掉 这个本来好像是 这个石化石眼和凤凰羽毛吧 好这边调查一下呢 这个 造这个建筑的建筑师 说 这边一共有八个出口 然后就其中一个是真的 那你能在被这个石头压死之前找到那个出口吗 这个非常阴险的建筑师 在他的这个潘多拉神庙里面进世界陷阱 好大家注意左边的门 左边现在是经过了一个门 然后是第二个 那么左边的第三个门呢 就是出口 也就是这个门 咱们等一会儿 等这个连续的两个滚石过去以后 去开这个门 这个地方R要点的快一点 然后一个翻滚进去 那这就是正确的道路 当然这个倒数第三个 好像正数也是第三个吧 这边这个牛头是强化版的牛头 非常恶心 大家 一定要用石化迅速干掉 不要被那些弓箭手干扰了 有必要可以退到这个小走廊里面 那个走廊他们是进不来的 因为这个牛头人长得太高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走廊里面 不断用那招三角三角三角直接阴死 当然这里这个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蓝魂和绿魂的双色宝箱 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用石化 即使说你没有用那个无限魔力的bug 石化打他快点 这个罐子好像是无敌的 OK打碎 那前面这个蓝绿宝箱 咱们先往右边走 这边有几个敌人 这边这几个敌人呢 特别是弓箭手在等会爬绳子的时候会干扰咱们 所以说要先到这个地方把他们解决掉 然后再继续前进 好这里看到又有一个这个双色宝箱 诶 这边好像还有个怪典 好 这次再往左边的路走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个爬绳索的 那么在绳索上面 现在咱们这个混沌之刃是满极了以后 两刀就可以干掉一个 效率还是不比那个用圆圈夹低 好 人多的时候呢 可以按一下叉 掉下去以后呢 马上接这个不在东之怒 然后空中这个打一会儿以后 再接L一加叉再跳回来就行了 就是这样 然后再接L一加叉跳回来 这个也是清神索上的杂兵比较快的一种方法 好 这里好像美都沙的那个宁室是可以升级了 咱们再升一下 马上就是顶级了 然后咱们就要留一些红魂给之后拿到的那个哈迪斯军团 那个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波赛东之怒呢 暂时不准备升三级 因为咱们经常要使用他的这个波赛东之怒 空中放以后 配合阿特密斯之刃那个使用bug来跳跃一些地方 把那个波赛东之怒如果升太高的话 空中会浪费很长时间的 那么这边升到三级呢 开出一招是L2加圆圈蓄力 好 咱们试一下 诶 这个 还要在没有人干扰的时候是 这个比较有难度 这边杂兵非常多 好 虽然被打到了 但是也试出来了就是这样一个 全场实化的这样一个效果 刚才没实化的那几个杂兵是新刷出来的 我可以看到这个招式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蓝 刚才用了一下呢 这边的蓝就瞬间没有了 一整条 所以说总的来说这招不是非常实用 好 这边又是那个 诶 这个用早了 应该在那个爱哲 就是这批强力敌人刷出来的时候在用 好 刚才为了一个非常弱的杂兵 浪费掉一条 这个蓝魂非常不划算 好 可以看到非常强力 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附近的敌人全部实化 好 这个半人马呢 还是实化干掉 节省时间 然后这边的弓箭手呢还要先轻一下 这个牛也是 不实化的话非常耐打 而且不能使用那个原来的跳空以后空中连续投 因为这个家伙好像 跳空非常有难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强化了这个牛头 然后这边门开了以后呢 右边是个蓝魂宝箱 咱们就不是了 刚才为了这个演示一下美独沙的那个中子实化 也是耗掉半条鞋 非常不划算 大家千万不要学 这边好像有一个分岔路 有一些这个罐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宝箱 像这些宝箱原来都是这个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 那右边是存档点 说明左边是这个岔路 可以得到一些红魂 那这边这个存档点 咱们就无视了 前面就是非常惊心动魄的旋转刀刃 第一个地方呢 可以这个二段跳接 二一直接这样过来 不用到左边去绕一大圈 而且左边没有任何这个物品 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个红魂宝箱的 不要漏掉 在原路返回 继续前进 那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游戏可以安排好的 可以这样二段跳接 二一直接跳过来 也是非常方便 不要用不着到中间去躲那些旋转刀刃 然后在刚才这个第二个宝箱开的时候呢 再往下面 也就是屏幕下方这个方向 走的话 用空中那个连续制空 配合阿特密斯之刃的 不断前进和不断上升的 这样一个效果呢 可以到达终点 如果那样走的话 这个旋转刀刃就直接给跳过了 那就太没有这个看点了 咱们还是走一段这个旋转刀刃 走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个千万不要心急 一旦掉下去呢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准备 我吃指就是 扒在那个边上的那种掉下去 就像这样 如果说周围有那个旋转刀刃在转的话 那你基本上可以准备retry了 因为你爬上来肯定会被那个割到的 所以说走的要谨慎一点 你可走慢一点 然后这个刀刃转过来 那就空中二段跳躲过 然后这个四个 这个转盘呢 要等那个木条转过来的时候 跳过去 其他三片刀刃就不要跳了 这样可以走到二层 二层呢 这边是一个非常长的图木桥 不过旋转刀刃的这个主要的难点 咱们已经过了 好 左边呢是这个正确的道路 然后右边的是分岔路 这个分岔路呢 非常淡疼了 这个 非常长 然后走到尽头呢 就是这样一个宝箱 如果说你的石化之眼和凤凰羽毛已经收齐的话 大可以不来 这个红魂是非常非常少 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过来收集这么一个宝箱 好 这边 这边可以看到是刚才这个来过的地方 咱们现在在上层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跳一下 滑这个绳座滑下去 好 滑到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远处 就是我刚才说 可以直接用那个连续志工跳过来的地方 好 我没有给大家演示 而是选择了走这个旋转刀刃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直接这个跳过来 这样的话就不用走那个旋转刀刃了 非常节省时间 而且会虽然说是会损失两个这个红魂宝箱 不过说这个红魂加在一起也不到半条 所以说完全可以无视 大家图方便呢 直接可以用bug直接跳过来 然后走了这一大段路呢 主要就是为了开这个机关 这样这个门也就大开了 新闻大家还记得吗 就在上一集结束的时候 好 可以看到门那边呢 就是这个米诺牛 他想冲进来 不过现在咱们魁爷还没赶到之前呢 他是冲不进来的 好 这边走到这儿呢 这个梯子会断掉 然后这边的这个蓝绿宝箱呢 就是特意为这个boss战之前留的 咱们这个满血满蓝进入boss战 不过这个惊心痛破的boss战呢 咱们下一集再录 这集时间差不多了 好 战神一的这个boss战也是非常少啊 非常珍惜 大家有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 感谢观看